蔡生伦 菲律宾华侨 辞济基金会营建处专员 菲律宾建筑师 英国伦敦南港大学医疗建筑规划管理硕士 菲律宾MIT大学足球校队 菲律宾国家武术队 尤洪文台湾高雄人 15岁资深赴美 哈佛大学经济系毕业 纽约朱利亚音乐院硕士大提琴首席 几度和马友友泰尔曼同台 纽约时报赞誉为飞扬的大提琴家 波士顿环球报奉他为最完美的大提琴演出 那我想真的是再次的感恩大家来参与今天的心灵讲座 这两位可以说都是年轻人的典范 年纪很轻 但是在各自的领域都有非常非常大的成就 不过我想就从红文开始聊起好了 怎么会上帝这么眷顾你 因为你的手指曾经断掉过 好那但是你妈提琴 完全不会受到影响吗 不会 但是那手指断掉其实是 在我学音乐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转捩点 因为我们家就是高雄的一个很平凡的家庭 古典音乐对我们来说是很陌生的 那小的时候因为妈妈听说 学琴的小孩子不会变坏 所以她就说来来来我们去上那种 就是坊间的音乐补习班 那音乐补习班的老师说 这个小孩子有天分你们应该要栽培他 所以妈妈才说 好要不然你就去给你上钢琴课 是这样子开始 那后来进入小学的音乐班之后 我还是很不喜欢练琴 可是在四年级的时候 上美劳课不小心把手指割断 那那对一个学音乐的人来说是很严重 因为你就没有手 那整个半年的时间我就不能练琴 也不能上课 那同学都说你是不是要转学了 可是那半年那种成前或者说失去以后 在获得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我其实真的很希望能够 音乐能够在我的人生里面 那所以半年之后很幸运康复了 之后就很珍惜能够弹琴啊 可以练琴可以拉琴的时光 不过您刚刚说啊 就是因为您之前其实对音乐也还是有一些排斥 但这次手受伤之后就觉得 好像反而想通了 很多观念想通了 反而让你更有动力去做一些事情啊 其实说到这样的不要放弃啊 我想在升伦 升伦来讲 应该人生中其实对你来讲应该也是有很多挑战 尤其对您 我们看过您之前的照片跟现在的照片差很多 我想先不要卖关子啊 直接你要不要先秀给大家看 左边那是几岁 大概差不多四五六岁 十五六岁的时候 那个最主要是还没有参加慈祭 就是慈祭之前跟慈祭之后的照片 左边这张照片到右边这张照片大概隔了多久 都差一两年的时间 才一两年就变化这么大 现在看这张照片好像整个脸都在放光了 散发那份光芒跟热力 给我们所有跟大家接触过的人 不过我想说你自己在职场上 其实也面临很多的挑战 好虽然你现在是清修士 但你也曾经是年薪百万的建筑师 好当时怎么会从这样的一个建筑师 然后慢慢竟然有这样的姻缘 变成清修士呢 应该应该是要这样说 因为我之前爸爸带我们全家是个兄弟姐妹 回来我们的医院做志工 从那个时候体会到人生的一个方向跟目标 看到其实年轻也会有生老病死 不是说老年才有病痛等等 看了很多很多的个案 照顾了很多阿公阿伯等等的 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个清楚的 一个人生的目标跟方向 所以在毕业的时候考到建筑师执照 就发现要回来我们的置业体 营建处上班 那从那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在基金会上班都有接触很多的 医院的工程 因为我们自己的医院很多 那我们里面要做啦要设计要盖等等的 在那个时候啊 其实就有起心动念说 希望总有一天能够再更深入 去了解医疗建筑这个领域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也想说要到英国 再更进一步的去学习这一块 那所以到英国的时候 在做研究所那个时候的一年的时间 发现还是很不足的 所以我就决定再留下来工作一段时间 其实我们去英国方向非常清楚 我所学总有一天是要回来 回来我们的置业体 希望能够帮商人挑米罗 所以虽然出去虽然很多的诱惑啦 等等的薪水很高啦 但是其实我们的方向很清楚 我们的心所学总有一天是要回来 刚刚孙伦提到了 他在英国留学的一些点点滴滴 但是我想红文也面临了 曾经出国留学的状况 而且红文他留学的时候是更早 那时候是国中毕业的时候就去了美国 而且是一个人去 那时候面对的那种文化不同 然后又没有父母在身边 那时候内心的那种孤独可想而知啊 您又是怎么去克服呢 我觉得在我要离开台湾之前呢 其实我是很兴奋的 因为十五岁的小孩子其实 你根本还不知道什么是家 然后什么叫做乡愁 那直到我要上飞机的那一刻 才感受到了 在高雄小港机场 然后因为我要一个人飞嘛 我就一手背着大爱情 然后一手拿着一张单程的机票 然后我就看到爸爸跟弟弟他们来送我 然后他们就站在机场的一个角落 然后很安静的在那边跟我挥手 然后那时候眼泪就 就不知道为什么眼眶就红了起来 然后可是又不敢让他们看到 因为我很怕他们想说 他都还没有出国就已经开始哭了 那自己一个人去怎么办 所以我就赶快把眼泪擦干 然后这样头也不回的就过关 然后自己一个人到美国 但是我想我应该那个时候 是第一次体悟到说 在我要起飞的这一端 有所有 我拥有所有的东西 我拥有 我亲爱的家人 然后在台湾是我最... 有所有的朋友 对 老师、家园、朋友 那可是在飞机要降落的那一边 什么都没有 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所以可能当下就领悟到说 接下来的日子是多么的不确定 是多么的可能会令我恐慌 令我恐惧 我觉得从当时的那份孤独 那份一无所有走到现在 我们真的很想知道耶 这一路上不是你三言两语 可以描述得完 你觉得支持你最大的力量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知道台湾的家人的关爱 还有支持永远从来没有离开我 所以说虽然我一个人在那里很孤独 但是其实我的心灵并不孤独 因为我知道他们家门永远会替我打开 我知道奶奶在高雄 她每天早上四点就起来 然后就念佛 然后祷告 希望祈祷说我可以在美国很平安的长大 我知道有这么多的善念一直围绕着我 虽然说我在千里之外 他们其实都没有离开过我 虽然我必须承认那的确是一段很艰难 很艰难很难熬的岁月 也有很多时候我就一个人拿 躲在被子里面一直哭 然后很想要说放弃赶快回台湾 不过你刚刚也提到了 跟申伦一样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不放弃 好 那每一次你想放弃的时候 是不是自己心中有一些对话 告诉你不能放弃 每一次想要放弃的时候 其实都是因为遇到挫折的时候 对 比如说我在台湾的时候 因为是拿到全台湾第一名的成绩 台湾第一名 所以我才能够到美国去 才被美国的老师挑中 那我千里迢迢地从台湾到美国以后 我心里面的想法是认为说 我是台湾第一 那我应该很快就可以世界第一 或者是说 我应该很快就能够有好的成绩 可以让宝宝妈妈奶奶他们很骄傲这样 可是当我发现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因为跟所有世界的好手 齐聚一堂 然后我一下子就被比下去了 因为我不但比他们小 经验也比他们少 因为他们可能都是大学生 或者是研究所的学生 那我就突然觉得我自己好像井底之蛙 然后觉得说 啊 那这样我接下来要怎么办 老师也说我不够 然后同学也看不起我 所以说想要放弃的时候其实是挫折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但是呢 后来我就慢慢体悟到说 一切必须要从根本开始 那从零开始其实也不是这么坏的一件事情 那我知道像上人会提到放空 那空呢 就是说把一杯水倒掉 那接下来的东西才可以再能够再装满 那那个时候我所做的就是其实在做那个放空 所以说我要把我之前学的 或者是我之前觉得很骄傲的 或者是我之前觉得很自满的 全部都要再放下去 然后再重新去打造一个全新的音乐的自我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一个十五岁的人来说会觉得当下会觉得很痛苦 但是在往后日子看会觉得其实是一个莫大的福气 其实你说到放空啊 这真的要问一下申闻了 你曾经也是一个很满的杯子 因为其实申闻可以说是多才多爷 好像足球踢得很好 篮球羽毛球都难不倒塌 所以其实您刚进来慈激工作的时候 也真的像是一个很满很满的杯子 你怎么放空 其实刚进来慈激上班的时候 其实应该是像一个海绵 那就是一直在吸收 那刚来的时候其实每个都 我都跟大家都结好缘 但是因为水一直吸满吸满吸饱的时候 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吸饱了 那就开始变成从一个海绵变成一个石头 那从那个时候呢 开始慢慢的很执着啦 很傲慢啦等等的 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 所以在那个时候啊 这个石头就到处碰撞 那其实很重要的 其实我们就是要放空 我们才能够去吸收 才能够再成长 其实在英国那个时候 到英国在念研究所 医疗建筑规划管理的时候 在写论文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为什么呢 其实老师其实就是在训练 你的耐心 耐力 那还有你的逻辑 那你写了 老师会看了一直退 一直退 你写了退 其实是非常非常耗时间 也非常耗体力的 那但是其实现在回过头来想 也非常感恩老师 其实那个时候老师就是在训练我们的耐心 那更重要的就是思考逻辑等等 所以真的是时时刻刻就是要感恩要谦卑 这是我整个过程有所成长的地方 好 但是我讲真的声伦 我觉得您自己有这么大的改变 我真的还是要再追问下去 知足感恩善解包容用在工作当中 到底怎么用啊 您可不可以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第一个就是如果在 其实应该是要多听听别人的一个思想 别人的建议 别人的意见 将心比心去想 那其实每个人的角度 也许是思考等等都不一样 但是其实一个目标方向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只是每个人的表达 包含我自己 我表达的方式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讲话之前 更重要能够提醒自己 要默念 感恩 尊重 爱 这一招很好哦 上人也有教导我们 人缘 事缘才能够理缘 有缘讲话是真理嘛 那无缘讲话是是非 所以其实很重要我们都思思 跟大家结好缘 要调和声色啦 声色柔和等等 其实这都是平常 日常生活中要做到的 其实结好缘非常重要 我之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我说我们其实可以 预约自己的贵人哦 像我们现在去帮助别人 我们当别人的贵人 那么下辈子或下一生 别人就会成为我们的贵人 说到的贵人 红文宁这生命当中的贵人 还真不少啊 当然不见得是 马上给你掌声这种贵人 也许是在后面鞭策你 督促你 当不管你的老师 不管你的同学 给你这样的一份督促的时候 您又怎么转念 也许当下你会觉得很不舒服 你怎么去面对 我在美国的大提琴老师 应该可以算是我觉得 我生命中最大的贵人 因为他邀请我到美国去 当然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但是呢 在我到美国的第一堂课 我选了大提琴的曲部里面 很艰难的一首曲子 是普罗高飞夫的协奏曲 那我那个时候就心里想说 我才小小年纪 就拉这么艰难的曲子 然后又拉得那么好 然后我拉给老师听演奏完 我就心里想老师一定会 酥息大模式 对对对 一定说哇你好棒哦 你这么棒 然后呢我就坐在那边 静静的等老师 然后就一分钟过去 两分钟过去 三分钟过去 他都不讲话 那那个气氛就越来越凝重 然后最后呢 他就终于讲了一句话 他就说 所以你长大以后 你想要像谁这样 他说你长大以后 你想要做什么 你想要像谁这样 那怎么回答 我当然就想也不想就说 哦我想要像马悠悠一样 因为那个时候年纪小 就知道一个马悠悠 然后他就说 不可能 马上这么直接跟你回答 第一堂课 他就说不可能 他就说你是女生 然后他就说你看你自己抬头看一看 现在世界上有哪一个是亚洲人 又是女生的大提琴家 没有吗 我就想一想好像真的没有 对然后所以我就 不知道要怎么回应老师 觉得很震撼 因为我觉得好像说 我从台湾带了这么一个梦想来 那一刻就突然被他这样 泼冷水 对打碎了像千万片这样 可是我那时候英文也不好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其实我想要跟他说 老师我其实也不是真的很想要当马悠悠 我只是想要做我自己 我想要走出我自己的一条路 那可是之后呢 因为老师这样子激励我 所以我就必须要更加努力的去证明 所以我就花了解 现在好多好多年 一直想要证明给他看说 老师我真的可以做到 那这好多好多年就变成十年 一直到我从哈佛毕业以后 然后搬到纽约去 然后有一次我在 纽约的现代美术馆演奏完之后 隔天呢 纽约时报的艺文版 他做了一个头条的报道 然后有我的照片 然后隔天那一大早 我都还没有看到报纸的时候 电话就响了 老师打来吗 是老师打来的 很久没有听到老师的声音 然后老师就说 我当时呢 真的没有想到你竟然可以做到 然后我很骇亡 我很以你为荣 那那一刻呢 就像那个山伦师兄提到的 我真的就觉得很感恩 因为我真的觉得要是老师当初 他没有一开始就这样子当头棒喝的话 我绝对不可能 还是志得意满 很骄傲 对 我绝对不可能就放下自己 然后再从刚刚说到从零开始 我就绝对不可能做到我今天做到的事情 那老师他不仅仅是在或者是技术上面 或者说可能是音乐理论上面教导我 他其实更教导了我一个人生的很大的道理 好 刚刚我们洪文说 他的老师曾经第一次就给他 说他表现得不是很好 您是不是有曾经上人就觉得 对你有一些表现 觉得你还有更进步的空间 在那个当下 让你觉得有一点难以接受呢 有没有过这样的状况 应该是很多很多 但也成长很多很多 因为我那个时候 从英国回来的时候 刚好也是念医疗 建筑规划管理 那回来的时候 刚好我们台中子院在规划 那很幸运能够参与 那第一个案子呢 就是开刀房 那但是我每个礼拜都会回来 金色报告啊 进度啦等等 那商人会问我 那你的3D图呢 3D就是所谓的立体图 那我说有在画 其实是有在画 只是委托别人画 不是自己画 那因为我们应该那个时候觉得很傲慢 我们自己设计 请别人协助我们给他做成立体 交代 这样就可以 但是多次一段时间回来都没有那个 没有一个展现 所以那个时候呢 商人就跟我讲说 你就回来 在那个商人的会客室 在那个角落 天天画图 那知道于整个 整个台中医院 整个用立体的画出来的时候 前后大概是四个月的时间 那那个时候很开心 那很开心赶快要去跟商人报告 啊我的作品完成了 没想到商人既然就说 啊其实这个是在 让你面壁思过 我才恍然大悟 我还以为在那个商人会客室那边 天天画图 可以有点心等等的 好像很好玩 没想到原来那个是面壁 其实到现在回过头来 其实想 其实非常非常感恩商人 因为商人关机斗角 其实每一个人的 个性啊 性像不一样 其实商人有不同的教法 像我比较调皮 那你就要好好静下来 沉淀 好好用功 脚踏实地 而不是说 一直看前面 而你自己的脚 你并没有踩在地上 走路这样子 甚至有一次 因为那个图 要赶快化 明天要去医院跟医院方报告 那很紧张 所以我利用做早课的时候 跑去要画图 那刚好被敦师傅碰到 那就最后商人就开始说 商人说 其实蚂蚁你画粉笔 它就不会界限 其实这个其实在教导我们守戒律 时间要有规律 要有戒律 比如说该做早课 就是要做早课 该用功的时候 该工作的时候 就要做用功等等的 不过生人刚才说到了 戒律跟规范 其实我想 不管是修行 或对我们一般人来说 都很重要 尤其洪文一个人在美国 那我觉得英文 现在是一个国际语言 好 我想您的经验 从一个到美国 可能都觉得英文 并不是那么流畅的一个留学生 你可不可以大概简短地 跟我们谈一下 你觉得学英文最好的方法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才高一 然后老师就告诉我说 诶 明明有一个考试叫做 PSAT P-A-S-A-T 对 然后我就 可是我连那个考试是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考试出来就考得很不理想 所以后来我就跑去图书馆 然后我就想说 或许在图书馆里面 可以找一些书 然后自己读 然后可是图书馆呢 就有一位贵人 图书馆阿姨 然后她大概就看得出来说 诶 这个刚来的 外国来的台湾小女生可能很困惑 所以她就拿两本杂志给我 然后就推荐说 你要是呢 很努力天天看这两本杂志 或许有一天你的英文 可以跟同学一样好 所以我就趁下课十分钟的时间 去硬K这两本杂志 十分钟 重点是要持之以恒 还有每天的下课都要去 所以用那个很短的时间 用很专注 然后去硬读那个看不懂的文字 然后去学那个英文的写法 还有英文的韵律 然后去感受 可能跟中文不一样的美这样子 掌声谢谢洪文 好 我想这很难得的机会 平常我们是听洪文演奏 今天可以听到她 这么多丰富的人生经历 我们再次感恩两位 也感恩所有今天在座的来宾 非常感恩您的参与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it unlock